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学习撇化 第一个是斜撇,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角度稍倾斜 第二个是竖撇,在竖中线上先竖后撇 我们来说一说它们的写法 说写斜撇的时候,起笔轻盾 向左下角撇出,由重到轻,末尾出尖 竖撇,在竖中线上起笔轻盾 沿着竖中线先竖过了横中线以后 再向左下角撇出,末尾出尖 好,现在我们来写一下这两个笔画 好了,同学们,快来动手写一写吧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学习两个关于撇化的字 第一个是在,在字当中用的是哪个撇呀 对,斜撇 那月字当中用的是哪个撇呀 对,竖撇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在,想要写好在,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横和撇 横短撇长 那横画呢,写在填字格上半格的中间 靠近横中线 撇画的起笔在始终线上 是咱们刚刚学到斜撇 由重到轻,末尾出尖 第二点,我们来看与撇交叉的竖画 竖画是垂路竖 起笔呢,在短横的起笔处的下方 第三点,右边呢,有一个土 土在熟悉的时候呀 竖画垂直,末横要平稳 现在呢,看老师来写一个在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字 月亮的月 月,想要写好它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关注 撇是竖撇 先竖后撇 第二点,横折勾 横短,折勾长 折脚发力,折下来垂直挺拔 勾不要太大 第三点,在这个字当中呢 还有两个横画 两个横画要尽量靠上 上紧下松 那多横之间,横间距还要相等 好,现在呢,看老师来写一个 月亮的月 好了,同学们,快来动手写一写吧